我们估计在交易洲人工岛全面发展后 相关经济活动可带来每年2000亿增加值 占本地生产总值约7% 加上提供公营房屋用地和策略性运输基建 也具社会和经济价值 推展交易洲人工岛项目符合社会和经济效益 我们根据最新的资料及发展参数 作出情景测试 就土地收益参考了直至2022年11月的土地和物业成交价格 再引入较保守的市况假设 人工岛的卖地收入估计约为7500亿元 就建造成本 2022年第二季的项目造价 估算约为5800亿元 换言之 比较近期的市况及保守的假设 土地收益仍高于工程造价 既然整项发展属于有经济效益的长远投资 我们认为无需纯依赖公共开支推展项目 除了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支付外 我们亦可考虑加入一个或多个融资方法 包括发行债券 不同的公司迎合作模式等 以便适度运用市场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